火箭对周琦七七节分手,空节女友仅留七个字,对此你如何评价?首先我想问提出问题的题主,您是如何判断周琦分手了呢?就算微博取消关注,山空微博也不能代表两人正式分手了吧?这样有点主观一策了,作为普通球迷就不关心大魔王的私生活了,以大魔王的能力应该可以同时应对好自己的篮球和生活中的问题吧。 今日有网友发现,周琦的空姐女朋友突然清空了全部个人微博,并且在备注中写道,不是谁的女朋友,很显然在七夕这么浪漫的节日里,周琦在被占亚运会,两个人可能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,作为普通球迷还是希望大魔王周琦能够同时应对好自己的生活,同时不要因此影响到被占亚运会的状态即可。 周琦在此背上面表现出色,首场比赛对阵突尼茨中,周琦轻描淡写里突外头的砍下了2分8篮板,比赛中周琦几乎统治了禁区,更是面对对方3分的防守篮下抢到进攻篮板完成双手爆扣。 第二春比赛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中,虽然出手不多仅仅拿到6分,但是周琦在防守端再次统治全场,他拿到了8个篮板,并且送出了全场最高的4个篮板。 这样的表现也是帮助红队思飞两连胜结束比赛。 周琦上个赛季加盟火箭队,值得一提的是,周琦这一个赛季以来,一直是孤单一个人在美国独自生活,他的父母亲没有跟随一起。 而且周琦的女朋友据了解职业,是一名美丽的空姐,也有自己出色的事业,也没有给跟随周琦在美国一起生活。 很显然,作为情侣来讲,整个赛季几乎不见面,周琦终于回国还要被占亚运会等一系列赛事,两个人聚少离多,如果因此发生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作为篮球运动员,周琦显然是成功的,通过一个赛季NBA的磨练,周琦在身体素质和技术上都得到了提升。 本届亚运会,周琦也是红队的核心人物,与此同时,作为普通球迷也希望周琦能够兼顾好自己的生活,希望两个人只是日常情侣的小打小闹把,祝福大魔王能够在篮球事业和感情生活方面同时取得成功。